世尊一生 当年在世 一生教训 我们在经典上看 祝天的道场 也不例外 天王天然 也有讲经教训 祝佛菩萨 声闻云觉 硬化在其中 也是讲经教训 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 都得到证明 现在这个世间灾难这么多 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灾难多 佛华变直了 从讲经教学 变到现在的金参佛寺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不但没有一次金参佛寺 连一次 大家在一起念佛 都没有 佛陀在世的时候 只是讲经教训 修行 那是你个人的事情 佛绝不过问 把八万四千法门告诉你 过人修过人 你爱修哪个法门 修哪个法门 你向佛请教 佛会告诉你 你不向他请教 他不问不问 每一个人修学状况 他知道 你拥有开悟 拥有正果 他完全明了 为什么 佛仙神院里面讲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那后必要过问 那么由此可止 常年 不断地 经教地熏悉 这个才重要啊 佛帮助一切众生 利苦得乐 他唯一的方法 就是用 帮助你 破迷开悟 你的苦从哪来的 从迷来的 落从哪的来 落从开悟就落了 帮助你破迷开悟 那最巧妙的方法 最适当的方法 就是讲经教学 所以 从他老人家 自己开悟之后 就开始教学 一直到原期 49年 没有间断了 这叫佛法 佛陀 佛陀 没见过道场 始终是 树下一休 日终一世 没有道场 没有牵挂了 没有斗争 由道场 就有斗争 由道场 就有牵挂 就有过路 所以佛 什么都不要 干净利落 佛教传的中古 道场是十方 不是哪个人拥有的 谁来管道场呢 在过去是帝王 国家来管 民族制度 最早就是实陷在道场里面 住在道场 这些人 道场里面 有住持 有这些知识 怎么来呢 大家选举 任期一年 从前的规矩 腊月三十 总词 立刻开始选举 选出了人 到第二天 大年初一就任 任期一年 民族制度 连选可以连任 这选出了什么 是为大众服务的 大众呢 大众是在这里清修的 所以选出来之四是护发了 讲经教学的是红发了 红货是一体 没有私心的 在教学里面 选拔 下一代的 现在讲的接班人 选服会命的人 培养红发立身的人 现在没有了 看不见了 所以 社会 怎么会不乱 灾难 怎么会不多 远远着此地 如果佛门的道场 恢复从前的制度 老办法 社会会安定 灾难会化解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宗教教育 在先前 比什么都重要 宗教要团结 要互相学习 要互相了解 才能够真正化解 宗教之中的矛盾 只是不学习 不往来 这个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世界不一样 在过去 没有交通 这些工具 没有资讯 人确实 生在这一方 很少出门 老死不想往来 所以 才造成了 不同的数据 不同的文化 现在交通方面 地球变成一家了 环绕地球这一周 不过两天 咨询发达 地球上任何一个小点 发生的事情 通过网络 通过卫星报道 立刻就知道了 你能够不关心别人吗 你能够不关心别人吗 别人是全世界 我们想自己一家 我们同时想到整个世界 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要活得很幸福美满 我们也希望全世界一切众生都生活得圆满 都生活得幸福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佛菩萨是这么教我们的 古圣先先 老祖宗也是这样教我们的 我们能不听吗 我一被聊 祖宗教会 灾难就会陷进 至于这是什么个道理 那是很深很深的学问 你慢慢从典籍里面 从经典里面 去寻找 都有 非常精辟圆满的答案